大家好,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就是這隻叫做Odd Willy的一隻Worker Placement的遊戲 不算複雜,但也有很多變化,來到最後尾,不知道會是誰贏的 因為最後尾算分,有很多拿分的方法 細合,但也頗有趣,變化也很大 好啦,我們試一下一個三個人玩的遊戲 有我,Power,有藍色Mandy,有黃色小褲 那呢,我們先放在那邊 好,我們一開始,有九個Worker,九個工人 有四張Worker牌 那每張呢,就有些特別的呢,就是 我們每組一個動作呢,就要用這四張牌的用一張 除非你建建築物,那待會再說吧 那你可以簡單一點,我們找這張 你可以做三樣東西,隨便一樣 譬如拿錢,拿一元,或者拿一個資源 那也要隨便木頭或一磚,隨便拿一個 或者呢,就是買一張建築物的建築物卡 那呢,就會有六張的 那譬如這一張,這張工人卡買的話呢 頭那兩張,最左邊那兩張呢,綠色,就不用錢 那這些呢,一二三四元,就是要付錢的了 那那六張建築物牌呢,就洗勻了牌在這裡的了 那這些建築物牌呢,除了建築物之外呢 其實可以當一元的,後面 OK,就是有兩個身份的 那一開始呢,我們呢,我們呢 起始玩家啦,那就,先放一個資源 那我當然是放鑽石啦,因為鑽石最貴的 因為不是一張一張都可以拿鑽石的 這張一張而已,這三張是沒有鑽石的 那但是這張呢,這張呢,就可以值三元的 買資源,買標定卡呢,也是最多不用錢的 資源呢,就四隻,又不買 好啦,那就到Mandy啦 那到Straight Forward就霸第二樣最貴的啦 小虎就霸專啦,好啦 那呢,到我先 一開始沒有錢 那我看一下先 那呢,每個建築物上面呢,都有些 Bonus啦,又可以拿些 工會卡啦,如果你起到的話 那,譬如這個,咦,這個兩個資源而已 這個要三個資源啊 這個也不錯,咦,那我打算打擊這個先 好啦,那我就當然有鑽石啦 已經,但是我沒有石頭啊 那要一塊石頭的話呢 那我要這個,放一個石頭下去 好,那我就出這張卡 那呢,就可以拿一個資源啦 就是拿石頭,那呢 第一格,第一個位 拿石頭就不用錢的 第二個人,第三個人都要一元 第四個人要拿石頭就要給兩元的啦 好啦,那其實我已經完成了 那呢,就到Mandy啦 Mandy她有石頭 好,那她可以這張有鑽石就可以了 好,那她呢,用一張 咦,但她沒有錢 好,Mandy會不會 試一下吧,拿錢先,拿三元 一,二,三,那呢,最多拿五元的 不是,最多可以擁有五元的 超過五元就要氣牌了 好,Mandy拿三元,做完小虎 好,小虎得夠磚 磚,磚可以擁有石頭的 但石頭要給一元,她沒有錢的 那可以拿這些都可以的 小虎有磚,鑽石,咦,小虎可以拿個鑽石先 好,那小虎出這張卡 拿個鑽石先 好,到我了 這樣,我已經夠了 這張 那呢,我拿了這張卡回來先 好,那我出這張 那呢,就拿兩張,頭兩張卡都免費的 那我拿這張 還沒起得住,所以要下一個圈 好,拿回來,放在前面先 好,那這個建築拿了之後呢,就會退位了 然後呢,就在這個牌庫裡 拿一元,拿到,好了 到Mandy Mandy,只有一個資源,有三元 她譬如,舉例,她有石頭 咦,她拿一顆磚就可以了 拿一顆磚 那她可以出這張卡呢 這樣拿一顆磚吧 好,到小虎 小虎她想做什麼的話 她 她 她已經有磚 和鑽石 咦,這個 磚和鑽石 咦,她欠一顆石頭 但她沒有錢啊 好,那她先拿兩元先,出這張卡 拿兩元 那她下次呢 就可以拿一個資源 好,到我了 好,那我可以蓋這個建築物了 一個石頭一個鑽石 我有啦 一個石頭一個鑽石 好,那蓋建築物呢 就留意一下 這個就是那個主要建築物呢 只可以在它左右下 蓋的,不可以向上蓋的 它這巷是最頂頭的巷 那呢 就要路貼路 樓貼樓,這樣就不行 這樣就不行 這樣就不行 那就是唯一的選擇 我就唯有這樣蓋了 好了 那蓋這個呢 就要石頭 和鑽石 那我就拿起鑽石 拿起石頭 然後呢 就放一個人進去這張卡 佔領了它 好了 蓋了這個建築物之後呢 有什麼好處呢 蓋這個建築物不用這些工人卡 那呢 第一個好處呢 立刻拿這個 這個符號呢 就代表任何一個資源 四種 任何一個擺 那 擺當然是鑽石 鑽石最貴的嘛 好 第二個好處呢 就是拿這個工雞 這個工會裏面的一個角色卡 好啦 那這張角色卡拿了之後呢 就放在你前面呢 就可以 執行它的好處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那就是呢 當你拿回那些工人牌回手的時候呢 本來要錢的 要費用的 減一元 那並且呢 這張卡呢 本來值五分的 最後尾 那或者說回 那這張呢 如果你 這張這張牌其實是四分 那當然沒有人霸到的嘛 那你拿不到的 這四分 但是如果你起 譬如你起了這張卡 這個Building牌 那便有四分 好啦 那呢 首先要說回這個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是這樣的 當你出了兩張牌 舉例 那我 只可以手上剩下這兩張牌 只可以用這兩張 但是我又想用這兩張 那怎麼辦呢 可以把這張牌放回 收回手上 變回四張 但是呢 收的時候呢 要付出的代價 就是你手牌有多少張呢 你就要付多少錢 付出面的 那但是如果 譬如這個情況 要付兩元 但是有這張 這張角色牌呢 我就付一元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減一的 好 那呢 角色牌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呢 就是 拿了一張公雞 一人間可能又有人拿公雞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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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公雞的公會 如果 有人 再 起到 建築是公雞的 那麼 他這裏不能拿 那怎麼辦呢 就會把所有人 包括他自己 的公雞 的 公會 這些角色牌 拿出來 洗勻它 再放在那裏 拿一張 好慘的 即是本來 你是 可能有 譬如我現在是有五分 但是當第三人拿的時候 他會拿回我們這些牌 再洗過 那我沒有了五分的 沒有了這個功能 還沒了這個功能 那 還沒完 建了這個建築物 拿了這個好處 bonus 拿了公會牌 並且你要看一條路 即是這張卡的上下左右 旁邊如果有路連著的 建築物 的 bonus 你都可以拿 拿 譬如我這個 旁邊的建築物 即是 任何一個 資源 嗯 那 我想 鑽石 拿石頭好不好 但這個石頭拿公雞 我又不想太快被人 拿了它 這個磚龍磚石也好 那我拿石頭 我拿 拿就好像放在最便宜那裏 對了 我剛才的林仔錯了 好 放在最便宜的位置 好 拿石頭 這樣呢 就完了 但是呢 Endgame的時候 這個建築物 還有這個分數計 的 舉例剛才說 這張就4分 這張就3分 那這張的符號什麼意思呢 就是那個 盾牌 上下左右 就是周圍四格的建築物的盾牌分數加起來 就是我可以得到的了 那就是現在呢 我已經拿了4 那就是說 如果 有人 建築物在這裏 或者我建築 我建築在這裏 那我這個 Endgame的時候 這個建築物 就4加4 我就有8分 那如果4 4 4 416 好厲害的 如果可以4張 有些還要5分 好了 基本上呢 我就完成了 那呢 就到 Mandy Mandy 做什麼好呢 那它有 它有 它的藍色有磚和石頭 咦 這個 磚和石頭 那不如拿了這張卡扎先 這個是第三張 那它要用這張 那就可以免費拿了這張 回去它的桌面 好了 我們又退 然後拿一張小虎 小虎有錢 他想鑽和石 拿鑽石 就可以買這張 那他可不可以拿鑽石呢 哎呀,這兩張不可以拿鑽石 鑽銅石 鑽銅石沒有 他拿不到鑽石,怎麼辦呢 但他有兩元在手 那他要是收回這兩張牌 回來先 鑽石有一元,不可以 嗯,他都幾麻煩 那不如他要石頭算吧 石頭給一元,好 那他 石頭,哎呀 他沒有石頭啊,不行啊 木,好 那他出這張牌 有木 拿木先 不用錢,好 到我了 那我就 那我就 我已經有這兩個資源 咦,我應該拿這張卡 拿了它 咦,不是啊 剛才我想拿 這張 哇 要給兩元拿這張 但我沒有錢 那我又選擇另一個 鑽石和什麼 咦,不如我拿了一塊鑽石 拿鑽石要給一元 但我又沒有錢 那我先拿三元 1 2 3 好,拿了三元 先 好,Mandy Mandy的計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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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這張 它是藍色 嗯 鑽銅石 咦,這張 不是 嘩,沒有一張 這樣啊 咦,不是啊 它已經有這個 鑽銅石 好,它可以蓋了 那它蓋了 那它蓋了 好,它蓋了 好,它蓋了這裏 好,它蓋了這裏 連著條路 那它要一個磚和一個石 它是藍色 拿了磚 拿了石 拿回去 然後放一顆 在這個建築上面 好,它的好處就是 拿一顆鑽石 拿一個鑽石 放在這裏 最便宜的位置 好了 然後呢 它拿它的公雞 好了 我拿一張公雞牌 這張公雞牌做甚麼呢 就是 可以將它的錢 反轉 變成一個 建築牌 放在前面 將來可以蓋了它 如果有資源的話 不過呢 每人只可以有兩張 建築物 放在它前面 好 好了 還有呢 它可以跟著條路 到旁邊 拿這個好處 就是四顆資源 任意一顆 它有鑽石 咦,拿到有石頭也好 下次可以買這張 或者這張 或者這張 好了 那 還有呢 這個 一乘上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一行 有多少張牌呢 就有多少分 比這一行有四張牌 對 接近它自己 它要拿四分 本身這張牌只有一分 好了 那 Mandy完成了 到小虎了 那 就 好了 小虎呢 出了這張 小虎 是 拿一張 拿了一張 拿了一張 什麼先 拿一張 先拿一張 先拿一張 四分 拿回來先 好,它用這張 好,這時候 它可以把四張牌收回上手 變回了 它的手牌 好了 那這裏又退了 又拿一張 放出來 好 那這個遊戲呢 其實就是這樣 如此類推玩下去 玩到什麼時候完呢 就是 當有一個人 有六個這些建築物牌 它可以佔領六個建築物牌 那它就贏了 而 計分 怎麼計分呢 那 我們舉例 很簡單 我們隨便試一些 隨便亂放一些 我 這樣 好 就這樣 好了 那我怎麼計分呢 首先 就計 我的盾牌上面有 多少是有分的 那我譬如有三個建築物牌 那我 這個盾牌一分 好了 然後 就計了 這一張牌 上下左右的盾牌有多少分 那這張 譬如四分 這個側邊沒有 那就是四分 這個 這個也是 上面一分 右邊一分 兩分 這個沒有分 下面沒有 所以這個就加兩分 那就加完了 那然後呢 我又將 角色牌又加五分 好了 那還有什麼計分呢 最後 最後剩下 每一個 工人都有一分 在上面 好了 那就加完 那些分 就多 那 最多分那個就贏了 那錢是沒有用的 不計分的 好 那這個遊戲的 教學呢 就差不多了 那還有呢 講一講 每個角色呢 都有不同的功能 很特別的 每個都不同 有些就 譬如這個拿五分 那 那 他這個呢 就是 任意 不用 根據你那四張卡 任意一個人都可以拿到 任意那四張卡 都可以拿到任何一個資源 那 譬如這個呢 這個就厲害了 每一個特朗卡 每一個特朗卡 無端白事就拿一元 每一個特朗卡 每一個特朗卡 一開始拿一元 對了 那這個就是 每人要付錢呢 你就會收一元的 周稅的 這個 Text Collector 來的 好 那這個遊戲的 教學呢 就講完了 那 如果你玩過的話 你就會知道 都蠻緊張的 因為鬥快 又要搶資源 又要搶這些建築卡 頭髮起到 要跟著你有沒有路 又可以拿到旁邊的Bonus 那 然後呢 又要根據你盡快拿走人家的工會 等人家沒有完之後 又拿回所有的卡 每一張工會卡 又鬥多分 你又要搶那些高分 那 還有根據這些 特別的計分方法 Endgame的 爆分的方法 可以看看怎樣可以拿去最高分 好 那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